将我们佛事呢 透过所有的常驻法师 他们的和和 以及未来佛 也就是白晋家人 他们现在正准备着 也就是我们武功 武斋是我们出家人 日中一时 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了 我们也祈愿呢 就如同在美国 先化上人 让所有全世界的各国 都能够来享用 如此美好的美食 当然我们也愿意 透过在台湾 在台东 在泰玛丽地道曙光 我们也能够学习 我们能够了解到呢 一口摘饭 能够带来世界的和平 所以所有的白晋家人 正积极的 能够透过我们每一个当下 都能够将日常生活当中 从吃饭 睡觉 精醒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用功也好 其实都是要达到一个叫做去脾气改毛病 那我们透过呢 在台湾 也在台东 有如此美好的一个地方 我们更感恩呢 其中地子之首的这些比丘 比库 真正的呢 将这个三十几年的这个地呢 能够维持的如此的圆满 那我们也正式9月1号呢 也来到台湾 到台东的这一个最圆满的佛事 来学习 我们感恩红玉律师 并持着呢 一位真正的呢 律师所代表的 从我们 呃 台湾当中 更多学校呢 都习惯唱的这首歌 呃 所提起的 幻王经是一本呢 菩萨一定要行使的啊 里面告知我们 宏玉律师 完全呢 实践在日常 更能够将佛陀的 每一个生活的 这个过程 我们从幻王经里面 了解到八千多次 最后一次在印度 成就在菩提树下 我们今日呢 也愿意呢 真正的朝着 所有的古代的的智慧 让我们在台湾 这一块百偶岛 能够将正确的方法 透过呢 呃 所有的古代的 让我们 更能够有 依据可以学习 所以佛法呢 叫觉知觉醒的方法 从日常生活当中 了解到佛的殊胜 我们身为人类 尤其是在南占部州的 娑婆世界 地球 我们今日会相遇 不管你是从影片 见华 看到的 或者是我们从过去呢 见到的人 或听到的声音 或甚至呢 只是透过朋友的 我们都愿意呢 今日所有的清净功德 都能够回向给 无边无际的法界众生 白境家人 常随众未来佛 使用我们能够透过这一世 有这个思想 有这个思维 把握当下 创造十项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将古代的呢 能够在这个 蓬莱仙岛 在台湾呢 在创造生命的第一个奇迹 也就是佛 让我们学习到何谓真正的孝道 我们一定要回归西方极乐佛果 西方极乐佛果的确已经成就了 在人类呢 那科学有限的暗物质 从可见到暗物质的80% 到后来75%的暗能量 佛经告知我们的 医医已经开始实证了 我们今日能够站在台湾 在台东的这一块土地当中 就是要让我们从饮食 从食物这一刻来做到最平等的 所有的食物就是要让我们的肉体 能够滋养 滋养这个肉体 好好的来做对人类有利的 好 我们也祈愿今日呢 所有的亲近功德 也能够彰显佛彰显 世尊 真正的将十项事件完全落实 在科学的领域当中 还有落后好几百年了 我们希望所有的其中弟子之手呢 都能够真正的那降临 在娑婆世界地球 在台湾完全汇集 人体集体共振 真正的将花园 再次的回到每一个人的心中 感恩 所以这个人呢 只能够想要好多了 你不过来 小小小小就能够 因为我可以做什么 然后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做什么